蔡徐坤朱正平 杰斯田范城城不都是男人吗 咋都是造型 要说现在的娱乐圈 要说辣眼睛 恐怕大家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陈志鹏了吧 不过 陈志鹏的怎么辣眼睛 也只是其妆一服 本质上 还是一个男性的气概 但是 今天 虫子天下看到某媒体报道的 关于9% 最后一次粉丝揭秘会的情况的时候 实在是忍不住了 冒着被狂喷的危险 也要出来说一说 难道 这就是9% 带给粉丝们的潮流吗 之前 有媒体 以及老一辈明星大发 痛诉小鲜肉 带话于了穿风器的时候 虫子天下 也有点替小鲜肉鸣不平 毕竟 什么事都不能一棒子打死 但是 当今天看到9% 组合 最后一次粉丝见面会上成员们的造型的时候 真的很想再让这些人再喷一次 毕竟 现在9% 组合的影响力很大 有好多的粉丝都是年轻人 都是祖国的未来 为什么9% 组合 就不能在粉丝见面会上 传达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呢 蔡徐昆扮威 朱建廷扮玛丽莲莫露 Justin扮春卷 扮成城扮白雪公主 这些奇葩的造型 也亏这些人能想起来 诚然 这些诡异的扮想 能引起粉丝们极大的负荷和热情 但是 请成员们不要忘了 你们是男人 你们是在和粉丝进行互动 不是在进行所谓的T台走秀 这么烂眼睛的造型 真的不怕带坏粉丝们吗 当然了 9% 组合 也并不是人人都是这种扮想 有几个人 还是坚守了男性粉色 扮演的是男人的造型 但是 就是这些怪异的扮想 却被粉丝以及媒体认为 偶像帮扶根本不存在 这是在表扬他们吗 不过 也有粉丝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那就是 我到底粉了个什么样的团 那么 你们怎么看待 9% 组合的这次奇葩秀呢 感谢您的阅读 欢迎关注虫子天下 看更多有态度的原创娱乐点评 关注的 感谢观看